洗钱 伪造文书等五大理由 对陈前总统申请羁押 证讯超过六小时 特征组对陈前总统申请羁押 特征组表示 由于陈水扁涉及的五大案都犯了贪污罪 本刑都超过五年以上构成生压要件 并以陈水扁涉嫌侵占 诈领财物 收贿 洗钱 以及伪造文书做出生压决定 检方这份陈水扁涉贪五大案 包括涉嫌诈领国务基要费的机密费 约一亿元 用在陈志中罚单等私人用途 刑则十年以上 医司跟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 诈领安雅专案等 七年贪污重罪 龙潭沟地案涉嫌向孤家收贿四点二亿 藏匿国安局 调查局等单位的公文 涉嫌隐匿公文 另外就是把钱汇到国外的洗钱案 由于在家九人做出了证词 对陈水扁相当不利 人证市政通通证据确凿 直指陈水扁涉贪重大 难逃五度无关 语言成真 成为史上第一位遭到检方声压的卸任元首 就变成庄祺元周星仪 SNG小组台北报道 当然就如同在地检署或者是法院外 看到立场截然不同的民众 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同样的在立法院当中 也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而且是站在对立面的 其中在民进党的立委的部分 认为帮陈前总统靠上手铐 对于过去